今天的影片是由慕斯池贊助播出 哈囉大家好,歡迎來到OPFANS,我是Simon 今年的WWC發表會真的是超級精彩 尤其是蘋果後面推出的這個AI功能 Apple Intelligence 看完之後真的會讓人非常期待 之後Siri到底可以在我們生活上面帶來哪一些改變 只是這個功能應該也是要等到明年之後 台灣才有辦法使用 所以說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會需要去等 也就是說今年的WWC 我們可以體驗到的 也就只有各大系統的更新而已 那麼當然也就跟以往一樣 在第一天就當白老鼠 把我們手上的iPhone跟iPad都升級到了開發者測試版 為的就是想要先體驗看看 新版的iOS18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的使用心得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先來就來看看這次iOS18有什麼更新的內容吧 這次iOS18最主要的更新就是蘋果終於解放了主畫面 讓我們可以依照自己的使用習慣 去調整主畫面上面的Apps跟Widgets他們的排列方式 不用像是以前那個樣子一定要從左到右 然後從上到下這樣子一個一個排好 現在是真的可以隨便擺隨便放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你的美照被一堆App給蓋住的話 你就可以讓這些App避開背後的圖片 如果說你想要有一個統一風格的主畫面的話 你甚至還可以在編輯的時候叫出調色盤 然後把這些App跟Widgets他們的圖示 全部都改成統一的色調 它會自動幫你把主畫面上面所有的圖示 都蓋上一層有顏色的濾鏡 讓所有的圖案都變成一樣的色調 那如果說你選擇用自動的話 它則是會在系統進到深色模式的時候 自動把那一鍵的那些App通通變成深色模式 但因為現在它還是在Beta的階段 所以說第三方的App都沒有就是跟著做深色的icon 所以我是覺得目前這個幫App換顏色的功能 其實看上去並沒有我們想像中來的那麼漂亮 所以我自己用了一段時間之後 還是把它們全部都改回原本的樣子 這樣子看上去也比較順眼 那你也可以把App顯示的方式變得比較大 讓App的名稱通通都不見 看上去會更乾淨一點 但相對的就會變得比較急一點 但我是覺得這樣子的icon變得超大 整個用起來就好像是在用老人機一樣 我也真的就是很希望蘋果可以多一個選項 讓我們可以去選擇要不要顯示App的名稱 如果說可以保留原本的大小 然後又把文字給隱藏起來的話 那看上去真的會好看很多 比較值得一提的是你現在可以快速的在 App跟Widget上面去做切換 你只要長按主畫面上面的App 就可以看到現在有多了一排 可以去切換顯示方式的按鈕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去選擇 要用什麼樣的尺寸的Widget來顯示 它就會馬上把App變成Widget 或者是把Widget變回App 要調整Widget的尺寸的話 也是可以用拖拉的方式來快速調整它的大小 這個功能是還蠻不錯的 像之前我們要加Widget 或者是要改它的尺寸的話 都要特別到這個Widget的選單裡面 去一個一個慢慢找 現在是直接在主畫面上面就可以馬上改 編輯起來是真的比以前要方便很多 是真的還蠻實用的 在我們繼續往下看下去之前 先來感謝一下今天影片的贊助商 Mustake Mustake 太空艙 輕巧多功能口袋行動電源 給你充電頭 行動電源 手機支架 全部多合一 一手掌握的體積 輕鬆好帶 免帶線 只要簡單一推 充電頭立刻出現 Lightning USB-C 通通都有 插上手機 立刻開始充電 5000mAh的電量 看你是要邊充邊滑 還是邊充邊拍 現在就跟傳統尿袋說拜拜 電量升多少 直接在螢幕上面顯示 螢幕了然 打開插頭 插上插座 立刻就能幫太空艙開始充電 側邊的USB-C 更是支援最高18W的PD電力傳輸 用更高的瓦數充好充滿 Mustake 太空艙 還能變身手機支架 手指一般 上班看盤從未如此簡單 支架轉90度 手機再轉90度 追距立架馬上現身 充電頭 行動電源 手機支架 不用帶線多合一 就在Mustake 太空艙 輕巧多功能口袋行動電源 然後這次主畫面 還有一個我覺得超重要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比較敏感的App 給上鎖 讓它給隱藏起來 必須要掃描FaceID的時候 才有辦法看得到裡面的東西 這樣子你在把你的手機借給別人的時候 你就不用怕說會被別人發現到 有什麼不改看的內容 而且所有跟這個App有關的通知 也全部都會被隱藏住 用Spotlight去搜尋 你也會找不到這個App 就算你是打開多工處理的後台 App裡面的畫面也都會經過物化處理 讓你完全沒有辦法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 是真的藏得非常好 那麼只要按住App 然後選擇需要掃描FaceID 它就會問你說要不要把App 給隱藏到這個App資料庫裡面 你之後每一次打開App 就一定要先掃描FaceID才有辦法進去 注意是只能用FaceID 它沒有任何密碼的選項 所以就算別人有你手機的密碼 你也不用太擔心說會被別人偷看 而且當我們把App給藏到App資料庫以後 它下面會多出一個隱藏的App資料庫 一樣它是會需要經過FaceID的掃描之後 才有辦法知道說裡面藏了哪一些的App 所以平常如果說你在手機裡面有裝 像是Tinder、Twitter或者是Reddit的朋友 就可以用這一招把App給鎖起來 這樣子就可以避免一些尷尬的問題發生 這絕對是每一個聲勢都夢寐以求的功能 除了主畫面可以客製化以外 現在控制中心裡面的按鈕 也都可以讓你去自由調整了 你只要點一下左上角這個加號 它就會進到編輯模式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邊去編輯說要顯示的功能 或者是調整每一個按鈕它排列的順序跟它的大小 而且在它的清單裡面 現在還有超多新的功能可以讓你去選擇 讓你的控制中心的自由度 比以前還要高上非常非常多 再來就是如果你覺得一頁不夠你用的話 你自己還可以再加第二頁、第三頁進去 這樣子就可以讓醫院控制獨立成一個大型的介面 或者是讓家庭裡面的幾個重要的配件 全部都一起顯示出來 或者是你可以一次看到iPhone所有連線的狀態 有需要用到這些功能的時候 你只要從螢幕右上角往下滑 然後一路拉到你要的畫面 這樣子就可以在不同的頁面去做切換 這功能我是覺得概念上面用起來真的很不錯 只是我這樣子幾天用下來 可能因為還用不習慣 所以說都會忘記說後面還有第二、第三頁可以去選 而且我發現它沒有辦法讓你去調整每一頁的順序 如果說你要換順序的話 你就要手動去把每一個按鈕都給清掉 再自己去加新的按鈕上去 這樣子慢慢用真的是還蠻麻煩的 就看蘋果之後會不會改掉這個設計 讓我們卻可以更快速的去調整它們的順序 然後除了控制中心可以coz化以外 這些控制中心的按鈕 現在都可以被套用在鎖定畫面上 我們現在的作用就是可以把畫面上面的手電筒跟相機 都換成自己想用的功能 把它變成像是鬧鐘或是計算機之類的 或者是把它變成第三方的相機APP也可以 你可以自己去寫捷徑 讓它有更多不一樣的功能可以去執行 自由度也是變得比以前還要再更高 這一次iOS18除了可以客製化主畫面跟控制中心 這兩個大功能以外 照片APP也做了重新設計 那我這兩天又下來是覺得真的超級不習慣 整個照片APP它的界面都被改得很複雜 本來分成好幾個頁面的功能 現在全部都擠到一個界面裡面去 上半部的地方是你最近拍攝的照片 可以用量子縮放的方式來幫照片做放大跟縮小 那你左右滑之後就是會看到精選的相簿 你要特別往下滑才有辦法看到你全部的照片 然後再去依照年月日去做顯示 或者是看你有沒有要設定什麼過濾的條件 其他的相簿設定過的人物 或者是他推薦的精選回憶 全部都是會被擠在下面 你要往上滑才有辦法看到照片APP裡面 所有的完整的功能 那搜尋的按鈕則是被隱藏到了右上角 這個小小的地方 旁邊還多了一個設定的選項 可以去讓你對照片APP做一些更詳細的設定 但如果說你要去調整APP顯示的方式跟順序的話 就會需要拉到畫面的最底下 去找到這個自訂的按鈕才有辦法設定 整個照片APP是被改的非常的複雜 使用的邏輯也不如之前版本來的直覺 我自己是覺得這個改版之後也沒有變得比較好用 反而常常找不到我要用的功能 等我們之後整理好了 搞清楚它的使用邏輯到底是什麼 再來跟大家詳細分享一下它到底要怎麼用 除了照片APP有更新以外 其他像是計算機備忘錄也都有做改版 現在計算機還會完整的去顯示出你的計算過程 如果說你忘記你之前算過了什麼東西 也都可以從側邊來這邊看到它過往的紀錄 再來就是左下方這裡還多了一個切換功能的按鍵 可以切換到科學計算機叫出更多專業的按鈕出來 或者是用數學備忘錄 你就可以用手寫的方式去計算你的問題 那你如果說是在iPad上面用的話 去搭配Apple Pencil就會變得非常的好用 如果說你寫出來的內容還有包含函數的話 它也可以用圖表的方式來呈現出來 這個功能真的是超級酷 只能說現在的學生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我們以前還要自己去手動算 現在直接一台iPad拿出來就可以搞定 真的不是普通的方便 不過我在測試的這段期間 是有發現它有時候寫X或者是Y上去的時候 它都會跳出辨識不出來的問題 就不知道說這個是Beta還不夠成熟 還是我的字太醜讓它看不懂 這個數學備忘錄的功能 也可以直接套用在備忘錄App裡面 你只要在鍵盤上面把你的算式給寫下來 它就會很快速的幫你把答案給算出來 你在iPad上面一樣也可以用Apple Pencil 用手寫的方式把它寫在備忘錄 讓它去做計算 然後這次備忘錄它還有加入了更多格式設定的功能 比方說我可以把文字給圈選起來 然後用顏色去標記出它的內容 讓重點看起來會更明顯 還有就是你可以把標題下面的內文給縮起來 要看的時候再把它給展開 這樣子應該整理一些比較長的筆記的時候 這樣子看起來就會比較快速的找到重點 喜歡用備忘錄這筆記的朋友 一定要去試用這個功能 然後如果說你跟我們一樣 平常傳訊息都是用iMessage為主的話 這一次iOS18也有幾個蠻不錯的更新 首先就是它的快速回復的地方 現在有更多的選項可以讓它去使用 你可以把自己喜歡的一些Emoji 把它給設成預設 這樣子你要快速回復朋友的時候 就可以很快速的去選用這些Emoji 用起來也會更活潑 或是你也可以就是在傳訊息的時候 幫你的訊息的文字多加幾個特效 有一點類似畫重點的概念 這樣子訊息發出去的時候 朋友就可以很快速的注意到重點到底是什麼 看上去也非常的可愛 如果說你是那種健忘的男朋友 整天會忘記自己伴侶的生日或是紀念日的話 現在iMessage還有一個稍後傳送的功能 我可以先把之後要傳的訊息給寫下來 然後預約之後要傳送的時間 那時間到了它就會自己發出去 之後就不會忘記 也可以少跪很多次的算盤 基本上這邊就是幾個 我覺得這一次iOS18更新以後 用起來真的蠻值得注意的更新的重點 但我這兩天用下來 是覺得這一次WWC的發表會的重點 還是以蘋果的新的AI功能為主 在系統的使用體驗上面 我覺得是沒有到做非常明顯的進步 這一次更新確實就是 有讓你的手機有更高的自由度 像我們這種已經用iPhone用了十幾年 而且已經找到一套 適合自己的使用方式的使用者來說 這一次主畫面跟控制中心的改版 其實沒有到特別吸引我們 那當然這次的更新 還有很多非常不錯的小功能 會在Beta期間就是一個一個 慢慢的去推出或者是改版 所以今天的影片 當然也就不包含全部iOS18的功能 之後我們也會隨著每一次Beta版的更新 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一些改動 以及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新功能 如果說你不想錯的話 就記得先訂閱訂起來 然後順便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到時候才可以第一時間搶先看啦 那這裡是AppleFans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為 The Big Bill 好香 aza Katie 咖啡 咖啡 不 咖啡 滿 但 コ